老师您看这橘子品种它也是不同的 电视机间肯定有朋友就有这个疑问了 说我是用砂糖橘呢 我还是用正常的那种橘子呢 就是说这个用什么橘子有没有讲究 最好的呢就用这个橘子 因为入药的主要呢就是橘子皮 如果是没有橘子的话 用橙子呢当然也可以 是吧因为橙子和橘皮 它们的作用呢都类似 但是效果更好的呢还是这个橘皮 当然来讲要是选用一些比较小一点的 甚至在这儿可得提醒大家伙 这咳嗽的时间长了伤费 咱要是这寒咳不太严重 时间也不太长 就可以试试烤橘子 如果是热咳或者咳嗽的时间长了也挺重 那就不建议用这招 还是该去医院上医院 接下来咱们要说这土方法 这家里边有小宝的朋友可都不陌生 但是这个土方法也招人质疑了 前两天我孩子拉肚子 然后我带着去看老中仪 那老中仪说你不用吃药 回家就给他蒸个苹果就行 我一合计蒸苹果能好好使吗 然后我就回家了 结果一试 蒸苹果让孩子吃了以后 这拉肚子真好了 我用过这招 就是今天我们录节目里所有的招 我在他身上都用过 全都用过了 我儿子小的时候 就小孩小的时候 有的时候容易找两个什么的 容易那个拉肚 然后就是有那种推拿的老师就跟我说 说你可以给他吃一点蒸苹果 说如果你要是便秘的时候 你可以吃就直接吃苹果 但如果他要是拉肚的时候 你要把苹果稍微蒸一下 说对于那个拉肚是有那个作用的 蒸苹果能够缓解拉肚子吗 你也听说过吧 不过真好使吗 在临床当中呢 我也有的时候给家长推荐 用蒸苹果的方法来治疗拉肚子 不是什么原理呢 这个蒸苹果能治拉肚子 苹果当中啊 含有一种柔酸 柔酸呢 大家知道这个酸味药 从中医来讲呢 它就具有收色收敛的作用 所以说通过它这种收色收敛的作用呢 可以减少肠道分泌物的产生 这样呢 就可以起它缓解拉肚子的作用 另外呢 苹果当中还有果胶 经过一蒸煮以后啊 它的作用呢 发生了变化 本来原来可以润肠通变 那么灯味蒸制以后呢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收敛止泻的作用 所以说呢 蒸制之后的苹果啊 对于治疗拉肚子有一定的效果 蒸苹果能缓解一部分拉肚子 因为苹果中含有柔酸 中医认为酸主收色 可以收敛肠道 减少肠道中的水分 有一定的止泻作用 但如果您是感染了病毒或细菌 得了急性肠胃炎 拉肚子又急又重 可就别找蒸苹果了 小心耽误事儿 另外就算您这拉肚子不太严重 想试试蒸苹果疗法 也得先弄明白 您的腹泻 是不是蒸苹果能管的类型 从中医来讲呢 治疗这种拉肚子啊 一般来说都是属于这种虚性的 含性的 像这种虚寒性的拉肚子呢 往往排泄物比较清晰 量比较多 气味呢 也不是特别大 变出去以后呢 感觉比较舒服 像这呢 往往是属于虚寒性的下地 那么对于一种 湿热性的拉肚子呢 它就不太适合 总一讲呢 这种湿热性的拉肚子 你再吃苹果的话 它会收色收敛 总一讲叫闭门流扣 就是把外斜留在体内了 它是不太适合的 那么对于一种湿热性下地呢 往往就是变出去 不是特别爽快 往往有变不静的感觉 同时呢 它要伴随一些热项 你给你家小小馅 蒸这个苹果的时候 你咋成的 就是把苹果放到锅里 然后直接蒸熟了 然后变成苹果泥 打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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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成块之后 然后蒸 就是给它蒸软了之后 给变成苹果泥的那种感觉 让它吃 小孩吃呢 建议还是把这个皮去掉 这样呢 它便于服用 拉肚子的话 一天应该吃几个蒸苹果 这个效果比较好 早一个晚一个 基本就可以了 也不能吃太多 不能吃太多